另一方面 现代汽车近日推出了全新的SUV车型2019 Santa Fe 并于10月5日在Gatevilla举办新车华文媒体发布会及试驾活动 发布会当天吸引了各大华文媒体到场参加 现代汽车美国区产品设计经理Trevor Lye在发布会上全面介绍了 2019 Santa Fe这一款全新车型的卓越性能以及诸多的设计亮点 Canta Fe作为现代汽车正在美国市场32年的时间里最畅销的SUV车款 迄今为止已经售出超过160万台 代表着现代强大的SUV传承和辉煌的延续 日前全新第四代车型2019 Santa Fe隆重上市 外观上更加时尚前卫 车身线条流畅精致 动感十足 车厢设计上提升了驾驶可适度 增加了内部及储物空间 在动力系统方面 备有现代汽车的HT-REC全轮驱动系统和8速自动变速箱 更好的适应各种天气不同路况条件下的行车需要 新车型也配备了包括现代最新的AVN 5.0导航系统 智能防撞报警系统 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等在内的许多行业最前沿的高科技功能 进一步提升驾驶安全与乘坐体验 The greatest thing about Santa Fe is that A lot of the safety features of previously and other competitors Are available at a very high trims, very high levels It's now completely standard So if you take a look at our forward collision avoid distance assist That is 100% standard The blind spot system that we have also 100% standard One of our new technologies we have is safe exit assist Which helps occupants by monitoring the lanes in case they try to get out And there's a car passing by For instance, if a car is parked against a curb, very important 此外,2019 Santa Fe还可选配后方乘客警示系统 这也是现代汽车首次推出的全新安全功能 系统使用超声波感应器来监控后方座椅 这以人性化的设计旨在预防儿童和宠物被遗忘在车上 同时也有助于避免儿童不小心将自己锁在车上的情况 在随后进行的试驾活动中 2019 Santa Fe的高性能、安全性以及舒适性 给试驾参与者带来了很好的驾驶体验 灵活适应不同路况也体现了改进车型功能的多样性与实用性 车上搭载各项高科技驾驶辅助功能 让驾驶更为安全流畅、简单快捷 赢得了试驾参与者的广泛好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试验 是要不要不要 其实灵活动吗 留在鲜